比亚迪01211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强劲增长 预计今年推出更多新型号 加上其刀片电池以部署外部销售 盈利料回复高增长 不妨逢低收集作中线持有 比亚迪对今年的产量目标为150万辆 意味全年产量翻倍 据统计 全球十大畅销新能源车中 比亚迪独占4款 比亚迪最暢销车款循Plus运能车 售价低至约10万元人民币 下同 其他车款亦由10多万元至约30万元 管理层指 新能源汽车订单需求持续强劲 即押大量订单 未出货量预20万辆 同时 即使面对供应链问题 其主要汽车型号出货量军性预期 比亚迪在内地电动车市场排名第一 除拥有全面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组合外 核心定位于中小型新能源汽车市场 发挥长期建立的品牌效应 市场份额约占20% 预计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在2021年至2023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0% 随着全球汽车製造商对其都片电池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加上不断扩大产能 以及电动车电池供应紧张 因此预计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今年将有20%的外部销售 随后陆续增加 成为盈利新增长点 成为盈利新增长点 点准备 空间 碍入 点准备 点准备 感谢观看